大家好,我是小木头 不久前我们开始了分享Luncheon进阶系列 我们从检索器开始的 今天我们介绍第五种检索器 Self-Curing Retriever 自查询检索器 顾名思义 这是具备自行发起查询能力的检索器 当我们使用自然语言查询时 这个检索器使用查询构建的 LLM链 也就是大语言模型链 来创建一个结构化查询 然后他利用结构化查询 与其向量存储VectorStore进行交互 使其不仅能评估用户输入查询 与存储文档之间的语意相似性 还能根据用户关于文档原数据的配置来查询 来识别并执行过滤器 看得出来 自查询检索器的核心竞争力 在与语意查询与结构化查询的结合 要注意的是 在今天所分享的这个SafeCuringUtrival中 会用到一个Python包叫Lark 它是用于解析任何上下文无关的语法 自查询解析器做查询解析和构造 正式用的这个包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图表 来看看究竟自查询解析器 引用到了哪些组件 它是如何构建的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图表呢 就是一个简单的试一图 当我们准备好一份文档 一个Document 将其拆分成文档分块 Chunk1,Chunk2,Chunkm 多份的分块后 在做文本嵌入前 我们或许会对文档的分块进行原数据的配置 那在这里针对每一个文档分块 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原数据 来描述它的特性属性 比如在电影数据的原始内容上 我们可能会对它的发行时间 主演 制片人 投资金额等等 这些数据以原数据的形式 嵌到一个文档分块上 那在这些数据做文本嵌入时 原数据就会代入相当存储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VectorStore这一块 那一个自查询检索器 Safe Query Attrever 它会包含了几大组件 一个是向量存储 一个是查询构件器 Query Constructor 以及查询的翻译器 Query Translator Query Constructor 也就是查询构件器 它会基于大元模型 来基于用户的查询 来构建一个查询 这个查询是一个结构化的查询 会基于向量存储中文档的原数据 那这个构建出来的结构化查询 并不能直接用于VectorStore 这个向量存储 我们可能会用ChromaDB 可能会用Pinecone 那如何转换成特定的向量存储 支持的查询语句呢 就通过Query Translator 将结构化查询再转换成向量存储 能执行的过滤或查询 这就是在一个自查询检索器中 极大组件的交互方式 当用户查询被发送给Retriever 这么一个自查询检索器时 就会在查询上 首先构建出一个结构化查询 再构建出一个适配向量存储的 查询或过滤器 基于原数据 基于文本的相似性 完成最终的检索 这样能够提高检索的质量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 这份简单的Python Notebook 来分享自查询检索器 SafeCuringRechiever 它的使用方式 并通过简单的一些代码分享 来介绍它的主要工作原理 两个主要的分享点 第一个是自查询 它是会基于文档的原数据来完成 另一方面 这个查询是如何完成的呢 会利用到查询构建的大原链 也就是LLMChain 来生成查询参数 并将它翻译成底层的 向量存储支持的特定的查询代码 或查询语句 这就是结构化查询的核心内容 接下来安装一些包 LanChain OpenAI ChromaDB TikToken 和Lark 刚才我们介绍了Lark的角色 LanChain官方文档的这部分 使用的是PineCone 大家要注意 在这里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差异的 当我们使用ChromaDB的时候 在这个视力代码中 特别是官方文档代码中的测试数据 这些文档数据中 会有一个字段 分类或者是派别类型 用到的数组 这个数组类型 在ChromaDB根据我测试 是不支持的 所以我对这些数据做些调整 也就将它分类 将它调整成了简单的字符串 这一块是跟文档中的核心内容 有所差异的 大家要注意 在这里也是硬编码了一些文档 这些文档是关于电影的一些数据 除了文档的内容 重点在于原数据MetaData 对于每一份文档 都会有一些MetaData 这些MetaData中包含了 发布的年份 Year 评分 Reading 以及分类 有Action 动作类的 精悚类的 Thriller 还有动画的 Animated 下面有对原数据的每个字段的定义 MetaDataFieldInfo 在这里就定义了原数据的字段 这些信息都需要传递给 SafeCure Retriever 这个检索器的构造 在构建时 它就需要知道这些信息 那信息包含了哪些呢 一个是需要给它一个大元模型 需要给它项量存储 这个项量存储中 存的就是文档的项量数据 还需要告诉它文本的内容 或者是文本的描述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刚才定义的 原数据的字段的信息 在这里可以看到 也是通过这个参数传递的 当我们构建出了一个 Retriever了以后 我们这里执行一下 这部分代码 就可以利用它来查询相关文档 相关文档的查询结果 也通常被我们用在 与大元模型的交互中 帮助大元模型来理解上下文 最后给到我们通常一个合理的回答 首先我们来看几个执行 第一个执行是最常规的一个查询动作 关于一个话题或一个主题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查询 I want to watch a movie Ready lower than 8 它想查询的是一部评分在8分以下的电影 在这里我们执行一下 可以看到它给到我们这部分 这份电影文档 就是评分7.7分的 这也是在示例的样本数据中 唯一的一个8分以下的 这就是基于评分来做查询 还可以使用查询和过滤器配合 过滤器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 比如评分低于8分的 这就是做的一个过滤 在这里提的问题是 是否有这位导演指导的电影 是关于女性的 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查询得到的内容是什么 有一部电影在测试数据中呈现了 导演就是她 关于女性的 这个内容就是通过page content当中 也就文档的内容当中 基于相似性找到的 还可以有组合的过滤器 这里面一个我的提问是 寻找一个分在8.5分以上的惊悚电影 它就既对评分做了过滤 又对分类做了过滤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个重点的内容 我想查询所有动画电影 都是关于玩具的 那么又是1980年以后的 我们先来通过这个查询 看看能得到些什么文档信息 在这里回复了一份文档 那么我们挺好奇 究竟在这个查询中 它生成的结构化查询是什么样的 也就是说在与向量存储中的交互中 用了什么样的查询 我们可以在这里通过 Retriever的QueryConstructor 查询构建器变量 来通过同样的提问 看看究竟生成了什么样的一个查询 那我们通过 Retriever.QueryConstructor.Invoke 传入的是一个字典 字典中包含了一个字段叫Query 这Query就是我们提的问题 我们将刚才同样的问题传给它 我们执行一下 可以看它究竟生成了什么样的一个查询 可以看到在这里得到了一个Structure Query结构化查询 查询的关键字和提问是Toys 这个是通过解析得到的一段文本 那后面Filter 这Filter就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点 Filter当中Operation表示操作 操作这里可以看到是And And也就是说在后面这些参数 都是一个And操作 同样需要满足所有这些条件 这里面的条件有哪些呢 第一个是Equal 表示分类等于Animated 另一个条件是GTE 大等于 大等于是在哪个字段上 Year 也就是年份 大等于1990年的 最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Limit None表示没有做限制 因此这个查询 自然语言查询就被转换成了 这么一个结构化查询 那既然我们刚才看到了Limit参数 并没有被设置 或者它设置为了None 那Limit参数能做什么用呢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Limit参数是在自查询 检索器构造时可以设置的 当我们将它设为True 那在基于自然语言的提问 或相关文档查询时 我们可以限制返回的文档的数量 这个限制也是通过自然语言表达的 接下来我们就看个简单的例子 在这个检索器的构造中 我们将EnableLimit 设为True 就启用了这个限制 我们可以在提问中 通过自然语言描述 我将限制返回的数据有多少 接下来我想查询的是 评分高于8的电影 但是只给我一个电影就好 一份电影数据 Show me one movie 我们来执行一下 我们这里执行的 并不是一个查询 获取相关文档 我们是通过Query Constructor 来构建一个结构化的查询 可以看到在这里构建出 结构化查询 关注的是Limit参数 它被设为了1 那就是说它只会返回 一份电影数据 我们可以将同案的问题 通过这个检索器 来查询相关文档 我们查询一下 看看返回的文档数 评分高于8的 应该是多于一个的 在这里它就只返回了一个文档 这就是自查询 检索器的工作原理 那我们点开这个fromllm 可以来看看原代码 究竟这里面它是怎么一个工作的原理 在构造的时候 可以看到会创建一个结构化的查询翻译器 我们可以先来看看 这个结构化查询翻译器是什么 在这里会看到这个翻译器呢 针对不同的向量存储 都会有不同的实现 比如Chroma Translator 就有它特定的翻译器 它知识比较近的包含了像 等于不等于 大于大等于 小于小等于 不同的向量存储呢 可能会有不同的支持 那在这里呢 就是如何实现的翻译器 关于获取相关文档它怎么做呢 首先通过查询的构建器 来构建一个结构化查询 Query Constructor的构建是在这里 有一个loadQuery ConstructorRoundable函数 这个函数定义了 它是如何构建的查询构建器 查询构建器 理论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基于一个提示词来构建 它利用了prompt 那这prompt是哪来的呢 在这里 getQuery Constructor Prompt 这个提示词就是用来 与大元模型交互 帮助我们来构建一个查询的 这里面就有一些提示词模板 来定义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打开这些提示词模板 逐一的了解究竟 这些提示词是如何构建的 在这里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花时间 逐一的介绍了 好吧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这就是自查询检索器 有兴趣的同学呢 也可以利用这个检索器 来构建一个QA链 有兴趣的同学在使用后呢 也欢迎到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反馈使用的心得 那咱们就下次分享再见吧 同学们 拜拜